應該是要個休閒的早晨開場了 沒想到我有一一點點快遲到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ina 今天呢 這支Vlog 我就是想要記錄一下這學期最後幾天的生活 因為過完兩個星期考完試報告完 我就放假了就可以出去玩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們這次要去哪 然後影片的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歡很喜歡的年歷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有哪些目標我有達成 哪些沒有 再跟大家一起寫明年的年歷 如果喜歡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剛剛送完了兩節客 但我現在去吃一家真的是想念很久 它將而在起步我重新開幕的一個泰式餐廳 叫做North Park 我點了Indonesia Fried Rice 然後Angel點 Tatai 我會出現在Vlog影片嗎 對 Tai Tai Fúng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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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Noch 來一家沒來過的咖啡廳 來換個地方讀書 是一個越式咖啡廳 你不知道這是越式咖啡廳 越式咖啡廳 我覺得我要寫 真的嗎 我跟看的就知道這一定是我會寫的 反正就是我在北地上一定要寫 然後就因為電腦 我還幫我吃 哈哈哈哈 我足了吃飯來吃 超級清淡 就是水族的肉跟高麗彩 因為最近皮膚沒有很好 然後 再看影片 我剛剛炒了蛋 切了裸一 包這個麵包 然後陪這個 chocolate milk 來練一下 今天的 presentation perfectly 要做這個 就是完全不介意的 我剛剛真的只是想不講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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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